好 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好 一开始还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很多人应该有感觉 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 所以是进入一个万物起涨的一个时代了 所以你都会感受到什么东西都变贵了 要不然就是变少了 那我们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那么在好物市级的好产品 是田园乡的低基金 他们19年来一直都没有涨价 那当然4月份的时候 因为物价的关系小小的调涨了 他们19年来第一次的一个涨价 但现在因为跟中广的一个活动 他们还是用旧的价格 就是涨价之前的一个价格 而且还另外给了很大的折扣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好时机了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 要怎么样这个对抗通膨 对抗不了 但是你能够去打败它 你如果多买一点 那你可以用到明年 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 守护自己的健康 我想这是最好的方法 好 那因为这个要服务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以呢 田园乡也很贴心 你不用担心喝不完 或者是不新鲜 如果你订多的话 不管几何啦 你要喝的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 你再打电话 而且呢 你也可以不用说 我家自己喝 我还要自己去送别人 你有不同的地址 他们也很贴心 可以来做这样的协助 好 这个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因为前不久让大家比较这个忐忑不安 是食安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也都乖乖在家里面 这个吃饭了 那外出用餐也是慎选餐厅了 那对于食安的问题 我想如果大家要检视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 当然就是最好最好 它是自己做的 不要找外面代工的 所以自己做的一条龙的工厂 是很重要 这也是我们相信田园厢的一个关键点 而另外就是政府的这个保障跟机场很重要 他们是有建字号的 有建字号的 那你要花大钱来做产品的认证 你自己更应该要好好守护你的品牌 所以我想这两点会是在我们食安之下 一个给我们消费者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 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好因为有特别的这个优惠 那不管是照顾自己的健康 或者是家人朋友 在这个时候其实蛮适合囤一点货的 好这个好康呢 直到这个18号 只剩下一个礼拜了 到18号的中午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喝 送给朋友喝 家人喝 爸爸妈妈 婆婆 这个公公 那你的闺蜜都可以 好大家可以打我们中广的客服专线 02-2362-1968 02-2362-1968 如果已经满线的话 那麻烦打我们另外一只美少女的客服专线 02-2500-5566 好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 那么留意下这个好康的机会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也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 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么在我们两点钟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了 因为我们今天会这个有直播 那主要的 当然是要分享了这个杨贤英老师的新书了 他又出版新书了 那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我看到了 他的这个另外一面 我还跟费容讲说 我认识他这么久 我知道他很贤惠 他也很会挑菜 很会整理家务啊 然后也很会训练老公 可是我其实不太知道 他跟他老公相处的模式 即便呢其他老公 我们都叫他老爷 他也载过我去过几个地方 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起下现场 然后老公如来接他的时候 那杨老师会跟我说 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司机来了 老爷来了 老爷司机来了 可以顺便送你一程了 我也坐过他们的车 然后也觉得他这个安安静静 不多话的人 可是我看到 这个书有一大部分 大概有三分之一 那么是在写他的家庭经营 跟婚姻的生活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 很少跟大家分享的一块 所以待会也会跟大家 来做一个分享 那另外这本书当中 我有几个蛮喜欢的点 当然对于每一个青菜 对于每一个食材 那我就发现杨贤英真是热爱 他几乎都把他拟人化了 这个每一个青菜的个性 是什么个性 你应该怎么样顺着毛摸 怎么样对他这个处理好 他也给你回报成最好的一个食材 我觉得那个方面也可以看到 杨贤英这个浪漫可爱的一面 那另外呢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带便当这件事情 我想带便当其实在反复的一个 复热过程当中都会走位 而且颜色变得很难看 那么我看到他书上 其实有教大家 怎么样做一些免复热的一个便当菜 看起来真的可口好吃 所以待会也会跟大家传授几招 那我们待会有直播 所以两点钟的时候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广播 跟我们的直播 那么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下下吧 好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唐极歌德 他们有卖一些猪肉片 可是猪肉片特价 那特价的原因 当然大家可以猜到说 是不是已经快要过期了 在期限内他们就很容易打折 但他们很老实的告诉大家说 因为是实习生切的 请多多包盘 我们就会这个降价 然后这么老实的去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说是因为实习生来切的 反而得到很多人的一个好评 他们说到唐极歌德当实习生 好你第一个月一定要切猪肉 第二个月你就开始要切进口的牛肉 第三个月你就要开始切日本的国产牛和牛 所以你要开始练习 你要切得好 你不能切得歪七牛八的 那实习生 大家愿意包容一下 他们也愿意降价 可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 他不但顾到客户品质的一个产品 而且还给实习生机会 也给消费者一个折扣 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这个老实招任的方式了 好送给大家今天的本日之最 就是蜜雪围棋的爱的卡洛里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好天气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今天开始这个温度上看35度的一个高温 礼拜天今天都礼拜五了 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好天气 我看到中华气象所的一个资料 到礼拜天都还是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 只是下个礼拜一 这个封面会接近 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呢 这个大气会比较稳 比较不稳定一点 所以呢 午后可能会有短暂 这个震雨的一个机会 那到礼拜三礼拜四封面过了 因为这个封面结构呢 其实是比较松散的影响 也比较小一点 所以只是大气不稳定 但还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个降雨 或者是温度的一个波动了 好这个留意一下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天气是非常非常热的 好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 就是美国的股市 那么三大指数呢 还是收红的 好 当然就道琼跌一点点啊 那也不算跌了 然后跌跌百分之零点零一 那真非常少了 好 那纳沙克指数啊什么的 都是持续的在创新高 那么大家也留意到了台股 好 那么台股在早盘的时候 这个台积电 还又冲到八百二十三块钱的一个新天价 那盘中呢 有涨四十几点 不过我刚看了 已经翻黑了 现在目前是下跌二十四点 那么二七点二七点 那等一下 等这个台股收盘之后 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盘后的分析 那今天台积电说实在开盘之后 就冲到八百二十三块钱了 已经创下盘中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了 但现在是也是翻黑 不过看起来还是在五日线之上 那待会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这个讨论 好 另外就是除了台积电 其实很多人也在关心大力光了 大力光其实也有公布一下 这个他们手机的营收 这个年增率还不错 所以股价有跳空上涨 涨幅还不错 但是说实在的 他从四月初开始 这个股价就不太给力了 那今天这两天我们也关注到 就是说台币其实是爆量的 就是有重扁的一个状况 那一重扁的话 那大家也是合理的怀疑 你外资是不是跑了 好 那另外就是 当然有很多人一直期待520行情 不过说实在 现在看到隔魁的名单 还有人对于自己要升任 人家都还没有提名他 就觉得他自己可以升任 某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了 所以我有很多投资界的朋友就告诉我 说你看到这个名单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政府组合 你觉得520行情还会怎样吗 我说 费勇讲的话大家听到了没 头对胎了 交道好朋友 你的师傅是谁啊 你的靠山到底是谁啊 我会觉得专业好像没这么重要了 如果你在 这个在一般的公司上班的话 你的专业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显然在官场上的话 人际是凌驾在专业之上了 感觉 好了不能评论那个政治啊 因为每次讲到政治 第一个我必须承认 我真的不专业 第二个我真的也很讨厌政治啊 所以我就看到一些这个 哎 就不想讲 不要讲 因为讲了以后就会血压升高 来看看投资的讯息好了 虽然投资的事情也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啊 但是你看到数字嘛 你可以去做一些解读 可是你在官场上面 你其实很难 我自己就很难去 做一个解读啦 我也不知道 以前有很多人找我去 就说主持节目啦 然后就跟我说 运分啊一到五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不行啊 我觉得我吃不了这么重的 这个节目的安排 所以我跟他说 一个礼拜两天三天可以啊 可是我还有其他的节目 你还要叫我再开一个带的节目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哎 拜托 那你这样开带的节目 你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收入 更好的一个收视率 然后更稳定的一个这个 这个主流地位嘛 所以我跟他说 如果我做不好呢 那不就砸了自己的脚 那倒不如自己安排 在有限的时间当中 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 所以这又是我们在职场上的一些想法 的确是在做跟做官啊 有很不同的一个想法 因为只要你在那个位置上 你好像都可以做得很好 一样哦 这个核其爆表的自信 是我们永远都学不会的一件事情 好 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吉保结算所的一个统计啊 台股的ETF到4月份啊 第一周投资人数呢 再度的增加779万人的一个历史新高了 那当然现在看得出来台股的ETF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了 说实在台股ETF已经发展进入第21年了 那高股息的ETF也进入这17年了 17年了 说实在是漫长的一个历程了 但也因为啊 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天时地利 人和了 那早年要推ETF的时候非常难推 很多人也听不懂什么叫ETF 还有也是ETF 就外星球来的东西嘛 也搞不清楚 但这几年来因为利率一直往下走 利率往下走之后 我觉得全台湾投资人 对于那个报酬率的那个饥渴的状况 对于那个殖利率的饥渴 对于这个配息的一个饥渴 你放在银行定存 以前不到1% 对不对 现在有1%了 那可是你还是觉得很少 那另外就是薪水你也觉得很低 那你每个月的收入 又没有办法去支付你生活开销的时候 你好像就可以动用你的储蓄 然后去买一个 不管是配息的 什么高息的这个ETF 然后你每个月有钱领 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开心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这个高息的ETF的一个诞生 跟市场的氛围 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投资人未必能够清楚知道 高息ETF 它是怎么样跟指数成分股 去做一个连结 他也不管 他只管 就是我每个月是不是有钱进来 我也不管复利效果 我什么都不管 我只现在管 我现在有钱进来 但我总总觉得 这样堆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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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虽然把所有的钱都激发出来了 但这钱都激发出来之后 台湾鸡 NKB之后 我们看到的 就变乌鸦了 就是说你 你会担心当市场反转的时候 那整个市场 小自于个人 到整个资本市场 能不能够承受 那样的土石流 这就很可怕了 我觉得我用土石流来形容了 的确是有点压力了 我们可以找一天好好来谈一谈 这个历史的演进 我们都要从历史的轨迹 才能够知道 现在的发展 以及未来的可能性 好先跟大家分享 好一点半的看看台股的表现 那么台积电 那么今天还是这个 护国神山的一个定心丸 那另外重电股表现的 还是蛮好的 昨天有人担心说 是不是一日行情啊 但好像也没有 又活过来了 那到底今天的盘面 要做怎么样的观察呢 很多人也很关心 就是说这个台币 那么这样的一个扁 那是不是外资 有落跑的一个迹象呢 我们该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我们要连线的是 永成投过的分析师 我们现在正在连线当中了 好我们待会就会跟大家 来分析一下 这个台股的一个状况了 说是在两万点之上了 那么利多利空的因素都会有的 那利空大概还是在 美国降息的时间跟幅度的 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了 好我们要已经连上了 我们来沿线的是永成投过的分析师 李淑芳 淑芳你好 云芳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其实今天还是台积电 台积电早盘表现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后来呢 就光芒就开始收敛了 这应该做怎么样的观察 另外重电股好像还是很强 对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我们在今天我们的一个所谓的行政院院长 他在公布内阁的一个名单 那里面他就有强调绿能 那这个部分那大家当然就想到说 520之前那重积电个股里面 绿能的概念个股就是政策偏多的概念个股 加上大家担心整个美国 如同刚刚运芬谈到的一下CPI怎么样 一下PPI怎么样 所以担心美国股市的回涨 就开始哇 飞电族群去做移动 今天电子资金比重下降到六成之下 那大家知道重积电多少吗 多少 17个percent 也就是说重积电他占飞电的族群 将近二分之一啊 所以我觉得看好归看好 因为我在之前我跟这个运芬的连线 或者在运芬的节目里面 我就已经说看好这个族群 可是到了这里来 今天有为什么又在大涨呢 除了刚才那个公布名单 就是台湾猛头顾叫元大头顾 他把华城的目标价调高到1200块 那原因是什么 说华城的外销比重多少 那变电器里面缺货 可是EPS呢 华城今年预估呢 是18到18块左右 18到20 如果以元大来看 明年是30 40倍的本益比 所以1200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都觉得台积电有点 已经到所谓的760块钱800块钱没有价值 那台积电明年里面来讲是44到50块 今年来讲的话是38块 也不输华城 可是股价比华城还低耶 所以大家资金都往非电跑 但是大家一定要留意 过热之后 很多人都去每一档股票都涨平板 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在重机电个股 那电子个股的选股呢 因为大家都压宝 刚刚运温谈到台积电 下个礼拜四 是不是有法说会啊 那会不会调高资本支出啊 会不会讲什么 我觉得他会讲先进制程的 Cores的一个制程 他也会讲AI 他的订单非常的好 那第二季应该会比机器成长 大约是5% 正负3%左右 可是会不会资本支出的增加 不知道 算是因为他会讲AI不错 当然HPC不错 所以你将来里面还是可以留意一下 现在比较流行的 在电子个股里面 除了台积电概念个股 就是检测啦 什么叫检测啦 譬如说尹威啦 宏康啦 宜特啦 那设备就是Cores的设备个股嘛 整个什么红硕啦 星云啦 这一类型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流行GB200 就是AI的GB200 那GB200为什么一定要看GB200 我不能够看B200跟B100 因为GB200用的零件是最多的 那因为我们之前都谈到了 所谓的整个一个水冷 它真的涨太多了 那也不敢再讲 那台药也涨太多 六七的台药也涨太多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最近同性有买的 大概是在连茂 连茂去年真的很烂 一块多 那今年反而有人估五块多 明年估到八块多 那就跟今年的台药差不多 那就代表它长线上面 比较没涨到 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这些个股要不然就是高价股 涨得已经真的不像话了 那有一些像这个红肌 昨天又开始动 今天也表现得不好 所以这看起来 其实波动还蛮大的 所以我才会说买低 譬如说动机店 大家都觉得很安全很安全 可是我就觉得说 你这么高 本益比这么高 那一直要去注意风险性 那我觉得红肌跟华硕没有不好 我觉得是OK的 AI比机会比AI手机好 但是你要买黑 就是说被动元件 跟所谓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品牌 我会比较看好华硕 因为AI比重比较有 那你可以留意华硕 华硕基本上来讲 今年一片预估是二十几的三十 那现在是四百四十几块 我觉得还没有太高 那红肌的部分就还要再看 因为红肌基本上的 唯一的优势就是股价 比较低一点点 可是在现在里面 你在台北股市就是一窝蜂 要么就是GP200的概念 要么就是台积电的概念 要么就是动机电的概念 这样还有资产的概念 然后就是殖利率的一些的概念 个股 那投资朋友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的选择 但是到了这里来 我会建议大家 你保留三层的现金部位 或是三层的投资级的 A等级的公司债券 那这个部分里面 我会比较认同 全部在这边里面 杂到股市里面 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 是啊 那你怎么看就是这两天 这个台币啊 就是重扁的一个走势啊 那大家都猜啊 就是外资落跑了 然后内资拼命的护一下盘啊 不是那就是因为 CPI的一个指数上面来讲的话 它公布出来 它是高于市场啊 虽然昨天的PPI是优于预期 可是你这样子整个一个美国的降级 是不是延后 那美国的降级延后 美国基本利率是5.25 台湾是多少 台湾是两不到 二不到 所有的一个 就算你日本升上来 一不到嘛 所以你这样的话 台币亚洲货币就会贬值 一贬值 外资当然 我放在你台湾赚不到钱 我当然就会出去 这很正常啦 所以我觉得有利有弊 就是说你台币的一个贬值 会造成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因为现在是内资盘啊 不要以为台积电是外资买的 没有 现在是内资盘 是内资买的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会造成什么 那这个时间点 因为财报嘛 财报要公布 你看大力光总监公布就有预期 会就收一堆 所以我觉得有利有弊啦 利就是外资不会大买台股 那好处就是财报会有预期哦 哦 好 这还是要提醒大家 多小心留意一下 好 非常谢谢我们永城投股的分析师 李淑芳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你谢鼠方 谢谢 谢谢 好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个股呢 还是这个重电股 表现得很强势啦 那宏基有一点卖压的 广达目前是贴席的 那台币呢持续的一个贬值 那么金融股呢 看起来也是弱弱的啦 那当然刚刚跟这个鼠方分析之后 发现到说 是不是外资有落跑啦 那的确看到最近的盘 应该就是内资盘啦 就内行人大概都看得出来 好我们看到加权股价指数 刚刚已经收盘了 指数收在两万零七百三十六点五七点 在尾盘是下跌十六点六五点收盘的 成交金额是四千七百八十四点三三亿元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我们两点钟的时候呢 跟大家来进行一下这个菜市场经济学 然后呢 今天我们会开直播 那当然是希望教大家怎么样来做 不用复热的便当菜 也让大家来看看好久不见的杨贤英老师了 好所以在两点钟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广播跟直播 那我们还是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这两天很关注的一个新闻 是国际的金甲 好这个国际的金价的价格呢 其实是再度的 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 好那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讲 那个Costco在美国的Costco 这个金条卖的很好嘛 那卖的很好 那有人讲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买Costco的股价 应该会涨很多了 但Costco自己也讲了 他就说我的毛利其实不高 因为跟现货的价格没差多少 如果你是什么会员的话 你可能还有一些直扣的 所以基本上他其实是没赚 只是营业额很大 大家没有赚 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美国人要去买黄金 而且你去Costco应该是买卫生纸 或者是买一些大量的一些的食材为主 怎么会去买黄金呢 主要就是美国人对于这个通膨的一个恐惧 还有就是他们也认为说 对于美国的经济的一个没有安全感 动不动美国就财政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嘛 所以那时候先有这个大家抢黄金的这个新闻 那这新闻当然金价的一个上涨 那么也意味着这个通膨其实没有被打下来 那也意味着大家对于通膨的一个恐惧 通膨的恐惧其实不分什么美国人 欧洲人台湾人都不分 都不分 因为明以时为天 食衣住行吃喝穿度都需要这个我们去采买 那在采买的价格波动的时候当然会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压力 所以一般的民众其实是很容易查到有没有通膨的 比方说你买菜 你吃外食 每天都要吃啊 虽然你跟我一样一天早晚在喊减肥减肥减肥 看你还是要吃你肚子饿也要吃嘛 所以食材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那食材这个部分的一个上涨 说实在的 我们季节都有一些起落 可是你当你去花这个这个市场花钱 不管去超市你去菜市场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到说 哦东西有变贵哦 好就当然不是全面性的 比方说之前可能肉变贵了 好或再更早之前鸡蛋 对不对 那现在鸡蛋的价格回落了 好那但是呢 整体来讲 你的吃的费用一直在升高当中 那当然除了吃之外 因为吃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个问题是很大 不管你是中产阶级 或者是你是比较这个地下的一个 这个工作阶层的话 或者收入比较少 那个那个明显会更大 会更大 有钱人其实没有没有没有感觉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 本来他还做一些私储 做的挺不错的 有一天我想要去吃饭 他就跟我说我最近很忙 我说他我说你怎么了 你这生意很好 他说不 他说有一位 这个很多人 有一个大户人家 就很喜欢吃他的菜 就请他去他们家做菜 所以你想想看 你就会知道说 真的大户人家 其实不会受到那个通货 膨胀的一个影响 因为他该花的 或愿意花的都还蛮多的 那另外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了 就是有时候是你恐惧 这个通膨 因为通膨当然有 可在那个长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就开始觉得那个不安 不安之后 你就会启动一些投资 例如黄金 黄金是最容易被大家想到的一个商品 但我也坦白讲 就是说这不是很多钱的人 就我都觉得中产阶级以下 中产阶级以下 其实都不用考虑到黄金 就像巴菲特讲过了一件事情 黄金其实不会生利息给你的 那黄金在涨的一个波动当中 你也很难会在相对的高点的时候 会愿意把黄金卖出去 所以第一个 他不会生股息给你 他也不会生利息给你 对不对 你又不懂得在高档的时候卖出 你一直抱来抱去 像云霄飞车一样 坐上又坐下 就很多人对于黄金抱来抱去 都是抱成这样而已 所以我都觉得 大部分的应该是 中产阶级以上 比较高阶资产的人 他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 会有一些黄金 那一般人是不会的 那早年我们那个年代 会存一点黄金是什么 我妈就说 你买一点黄金 以后你结婚 总是需要一些金子的 到时候好看的 那也是我们的年代 你到现在年轻人要结婚 你问他要不要黄金 好不用吧 妈你给我现金比较好吧 就不用这个黄金的 好所以对于黄金的一个 这个涨幅 我觉得通常大家都来自于 就是恐惧 那当然有钱人一定会买黄金 央行一定会买黄金 可是一般人 你要买黄金 你真的要三思而后行了 好另外就是说 黄金到底有没有过热了 它背后上涨的原因 其实当然讲过了 对于市场不安的气氛 担心通膨之外 它其实有美元指数 或者是利率 或者是降息的预期 或者是避险的一个情绪 都有很深的一个影响 那以前大家都会说 来自于中国跟印度 对于实体黄金的需求 会很大 但现在也发现到了 这个实体的需求 也正在下降当中了 但经济学家有讲一个点 也就是说在过去 很多人认为 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些 不管是说降息 美元指数利率或怎么样的 有一个很可怕 就是地缘政治的 一个风险升高 这也是让黄金的价格 咻咻咻 那么快速创新高的一个关键 那现在国际的关系 已经走向一种 比较对抗型的 或者是比较这种 两极分化的 看你看哪一边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会让黄金的价格会飙涨 但跟他过去避险的一个 这个需求 也有很多人认为 是不是有一点炒作了 好 这个是对于这几天 黄金的上涨 那我综合的一些媒体的报导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事实上 这几天一直有黄金的新闻 不过有时候 我们我们讲新闻的时间 其实有点短 然后每次看到后面说 这个很重要 然后就发现 其实来不及讲了 所以今天就整理一下 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黄金 那么在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炒作 其实有的 待会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最会炒黄金的 是大妈 大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刚刚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金价上涨的一个原因 然后我当然也有自己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观察了 那么中产阶级 或者是有一些 有一点点钱的 想要投资黄金的话 那么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为什么 因为你就会发现 他不会生利息给你的 他也不会给你什么股息的 他也不会再配息配钱给你的 那你要抱着的话 你要等到他高档的时候卖 可是你高档如果没有卖的话 我们刚刚讲 像云霄飞车一样 飞下去了又飞到原点 所以我其实也认识很多人 就是抱上抱下的 其实赚的并不多 然后到最后 最后他忍不住了 他就说我不要投资黄金 我就把他卖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真厉害 那么他就赚了很多钱 但他就是买黄金赚钱 你说云芬姐 你不就打你自己的脸 可不是 你抱不了那么久 我讲各位来看 最会买黄金的人是谁 就是中国的大妈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在中国投资的 这个相对之下 投资的商品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一个有限的 那当然他们有股票 有一些这个投资型的 一个商品 可在过去 大陆很多就会炒什么 蒜头也炒 对不对 酒也炒 然后什么也炒 也就是说 过度投资的储蓄的金额 去追逐有限的商品 所以房地产大涨 什么原物料 什么都大涨的 那黄金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去处 所以呢 大妈是被世界公认为说 投资黄金的最大天团 就是大妈了 那大妈是非常开心的 他们讲啊 就大陆的媒体有讲 在2013年的时候 这个大妈 就是中国的大妈 抢进了300吨的黄金 300吨 这你很难想象 因为我们都算一样子 或一功课 300吨 我实在是无法想 但是如果 他报到现在 2013年 报到现在 他赚多少钱呢 赚了720亿的人民币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新台币呢 就更惊人了 是3247亿元的新台币 2013年 大家都会记得 是那个费的 他那个量化宽松 在缩减的一个规模 所以呢 黄金的价格呢 其实是大幅的回落跟下跌的 那个时候 直时大家都不敢接 但是中国的大妈 一直在抢黄金 中国的大妈 在10天内 大概花了1000亿的人民币 抢了300吨的黄金 当时的新闻 真的还蛮轰动的啦 那现在也有看到 大陆媒体 他们有一些分析师 就讲了 说这些大妈呢 现在真的是赚疯了 不过呢 因为中国大妈买的 大概不是黄金条块啊 或者是 那个 他们大概是实体的黄金 而且实体的黄金 大概就属于那种金氏类的 就是饰品类的 所以这个价格 当然你不能够跟现在 一公克或一盎司的价格来比啊 因为试金的价格 跟实体的黄金 还是有差别的 还会增加一点 这个设计费啦 加工费啦 还有品牌的一个 溢价的成本啊 我今天是什么品牌 我做的黄金 那当然就会比较贵一点啊 那不管怎样 如果愿意报到 这个现在 你看2013年的低点 到现在2024年 你随便算一下 也十几年过去了 他抱着成这样子 他就可以赚了这么多 那你说赚了这么多 他们要卖吗 不卖 不卖 你知道为什么 他说我怎么可以卖 我需要留给我儿子的 留给我孙女的 留给我孙子的 而且他们还说 我不但不卖 我还要再买一点 再买一点 然后呢 要给这个 他们的孙子 他说等十周岁的时候 像有个大妈说 不管价格高低 我就是想要再买一点 等到外孙十周岁的时候 再送给他 所以你可以觉得说 其实这些大妈 他们 你说是为了自己的财富 在做增加 或者是做 这个商品的一个配置 又或者他们真的知道 逢低买进 逢高出脱吗 没有黄金的一个价值 他们就希望能够传子传孙 你看留给孙子孙女 外孙 这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 这也让我想到 就是我一直讲 就是我爸爸 其实很早就给我 跟我妹妹一对 那个龙凤的 那个金子的一个手镯 对 其实还蛮重的 像个手铐一样 但我从来都没想 把他卖掉 不管是黄金 涨到一个什么价格 当然我也有把我的小孩的 那个试金卖掉了 因为以前有那什么小戒指 小金锁片 因为我家里被招小偷之后 那我就觉得很烦 对 我招过小偷 对 真的气死了 然后后来 这个 等到黄金价格高一点 说实在 我是把那些小金子 什么的 我就把它卖掉了 对 我就把它卖掉 但爸爸给我的那一堆 龙凤的那个手镯 我是没有卖 而且我死都不会卖的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纪念价值 它对我来讲 就不是一个投资的商品 我爸爸留 他不在了 可是他就留给我这一堆手镯 他也留给我妹妹一堆手镯 就我觉得我们这是一个 很珍贵的资产了 好吧 就金价有很多的一个故事 有很多投资的价格 那么有很多 其实是价值的一个衡量了 跟大家分享 在这边我们两点钟 来谈菜市场经济学